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又来给大家讲 关于粘狗进阶方面的知识了 前两节课咱们主要讲了 在rest中一个序列化反序列化 以及request和response的一个写法 今天呢咱们来写一下 基于class的这样的适度函数 咱们先前写过的适度函数呢 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单独的方法 今天呢咱们主要 的任务就是将它们这些 试图函数去改写成一个class 首先咱们这些都不要了 咱们首先来做一个class 做成一个class的好处呢 就是第一咱们一于管理 咱们首先要继承一个API 这个东西呢 咱们首先先要把 粘狗最简单的这个http404做一下处理 然后restframework它里面呢有一个views 咱们要引入进来这个APIview 好了咱们写首先呢咱们针对get去写一个方法 当这个mess的是get的时候呢 咱们就要和先前一样 首先咱们去查询获得所有的书的对象 然后呢咱们去把它传到写好的这个序列器里面 咱们引入一下 然后呢咱们把它return response 这个response呢咱们去用一下rest 下面的那个response 然后咱们把这个传进去 嗯咱们再针对post去写一个方法吧 post post方法呢咱们首先获得 嗯咱们这个序列里面的数据quest里面有个data 这是咱们想要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咱们去验证一下 就像咱们写表单的时候去验证的一样 咱们只要验证maylaid如果是有效的 那么咱们就把它sale下来 嗯咱们然后把它反过去 咱们这里面呢去用一个framework里面的一个状态 状态值首先第一个参数就是咱们的序列化的数据 然后呢咱们看一下它的状态 现在呢这个时候是咱们获得的数据是有效的时候 所以说通常这个时候咱们的状态就应该是 嗯201 咱们是去创建这个数据 因为先前没有嘛如果它是无效的呢 那么咱们就把它返回一个arrows这个arrows是呃内置的 这时候就是嗯400一个badrequest因为接收的数据是无效的 所以说是badrequest 好了咱们来回顾一下咱们写过的代码 首先呢咱们创建了一个类 这个类的名字就是booklist和先前咱们的试图函数名是一样的 咱们针对这个类呢 它继承了咱们framework里面的一个apiview这样一个积累 咱们针对它写了一个get方法应对这个get method 咱们首先获得了所有的这个book对象 然后咱们传入了序列化器里面进行一个序列化 将序列化好的这个数据呢 咱们呃传回这个response里面 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post的方法 对post方法里面和先前的一样 咱们将获得的这个数据呢 也是呃传入到咱们这个写好的这里面 然后咱们判断它的有效性 如果有效的话咱们就把它保存下来 嗯当有效的时候呢 咱们去返回一个response对象 response对象里面呢 第一有咱们的这个数据 序列化好的数据 第二呢有一个嗯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就说明嗯就是说嗯是成功了还是不成功吧 就算是咱们因为这个是先前没有 这个序列这个数据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面用了这个201created这样一个标识服务 是来代表这个数据咱们是新创建的 如果你嗯 post上来这个数据是无效的呢 咱们返回一个 arrows这样一个错误 并且状态呢咱们制成400说明这个request是一个bad提示用户 就需要重新提交这样一个数据 好了今天呢咱们这一课主要就是来讲一下将咱们事先基于function的一个 试图凯数改写成基于class的试图 嗯咱们引入了一个新的apiwill 这样一个积累 再就是咱们沿用了先前嗯做好的一个序列化器 并且嗯咱们使用了rest里面的一个status这样一个状态服务 嗯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